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9月11日 星期一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的熱話 首先討論日薪 每日薪2,000元引誘香港人去台灣旅遊 放射直擊禁淺黨的建功黑幕 是怎樣的情況呢 亦是網上熱話之一 說到引誘香港人過去加入這個集團 叫做禁淺黨 怎樣運作呢 和各位一起討論 另一邊雙亦都說說各大網絡熱話 話說網絡封存 有個港男在世紀暴雨過後不知道是否撿到寶 在來臨撈出一大箱金幣的照片奉存 這件事的真相曝光是怎樣的消息呢 和各位一起討論 另一邊雙亦都說說各大熱話 有保險業界的人士 估計今次的巨額索賠償額有機會更高過山竹 這麼誇張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 礦晉語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操心多謝各位老友基 事不宜遲 先看看這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日新2000元有市香港人去台灣旅遊包食包住 放射直擊最新的禁淺黨建功陷阱的黑幕 報導的內容提到 今年台灣警方發現有香港人在當地擔任禁淺黨 又叫車手 協助犯罪集團到跪圓機 提取不法所得的款項 警方更揭發有人犯案的時間男辦女裝 懷疑值此染人耳目 星島申訴王在網上招聘群組留意到一份著名台灣禁淺的工作 疑似不法集團招攬港人到台灣做車手 記者嘗試放射認證 了解一下犯罪集團如何利有港人到台灣進行非法勾黨 不法集團派出一名年約二十多歲 自稱阿雲的青年 出來和記者講解禁淺黨的工作性質 阿雲就說 遇到台灣工作14天 爆機票 爆住宿 每日人工是港幣二千元 另外每日有三千元的台幣生活費 即是七百多港元 每日下午兩點才開始工作 到晚上八點就下班 對於工作流程 阿雲就含糊地表示 按時到工作地點等待就可以 集團就會在Telegram的程式 指示要做的工作 直至記者追問 是否會派發提款卡 要應徵者到當地協助禁淺呢 阿雲才承認這是主要工作 但聲稱相關款項並非犯罪收入 揚言是債仔參與網上賭博 輸錢過後用來還錢的賭款 雖然阿雲聲稱到台灣做禁淺黨不算犯法 但他又揚揚得意地說他效力的集團業務也有很多 包括上滿追債和海外運毒等等 為了進一步了解事件 星島申訴王其實透過電話接觸阿雲的上線 亦即是較為核心的犯罪集團成員 他為了遊說記者落搭做這個所謂的車手 同樣是謊話連騙 那個成員俄清特別找香港人到台灣提錢的原因 是由於款項涉及賭博 如果台灣人親身禁錢的話 會被視為涉嫌洗黑錢 那個集團成員又表示 過去曾經安排多位香港人到台灣工作 只有一人被捕 只要解釋提取的款項涉及網上賭博 就立即獲得釋放 是會無事的 記者翻查資料 那個犯罪集團成員提到的案件 應該就是港人男扮女裝在台灣兩度被捕的那宗案 涉案30歲姓王的香港男子 7月4日凌晨被台灣警員截查 有人承認是幫助這個詐騙集團擔任車手 雖然獲得暫時釋放 但禁止離境 到7月31日那個姓王的男子繼續男扮女裝 幫犯罪集團做車手提款 再次被警員拘捕 有台灣傳媒分析指 幫犯罪集團禁錢的非法活動 在香港歸類為洗黑錢罪 最高可以監禁14年 但在台灣有關行為屬於欺詐罪 刑期在五年或以下 不排除部分香港人 看準犯罪成本較低 甘心到當地搏一搏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記者特別接觸一下這個犯罪集團的人 想不到真的會見面我二十多歲的男子 就說到羊羊得意 就說其實很容易賺錢 包你食宿 包你機票去台灣 幫忙做什麼 幫忙按錢 若然按錢的時間被人捉到又怎樣 沒事的 這件事是牽涉網上賭博的 就不是洗黑錢 欺詐罪等等 若然真的有些年輕人在香港信了 過了台灣 然後做這件事 然後出事的話 那就很大件事了 最近是很流行的做法 估計已經有人落答 家欣的集團的運作都很仔細 又在Facebook 社交平台 交友程式 去找些人過去充當這個所謂的車手 說工作很簡單 每天只是禁錢 當然哪有這麼大隻腳垃圾 隨街跳 說一定有犯罪的風險 結果記者放射發現現在相當流行這個做法 另外轉到一下令一宗網絡熱話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是否世紀暴雨過後撿到保 港南在黎寧裡撈出大箱金幣的照片封傳 真相曝光 報導的留言提到 世紀暴雨過後 本港多區出現滿地黎寧 網絡近日封傳有港南在黎寧當中撿到保 封傳的照片看到黎寧當中有一大箱而似的金幣引發關注 有網友更加留言說 我已經出現去找這些金幣了 事件背後的真相曝光 不過黎寧裡撿到保護的鐵文 附有照片 看到有一個滿布黎寧破爛的圖 圖裡隱約看到有大堆疑似的金幣 有關鐵文除了金幣的照片之外 更加附有事主留言指 就說留意洪水淹過的地方 運氣好會發現黎寧裡有寶藏 鐵文引發熱議 有網友問 是否要五百年才一遇 不過有網友就懷疑 硬中的究竟是否真的金幣 有人就懷疑圖案是安放先人的骨折金塔 裡面可能是陪葬品 就說不是很對勞 也不知是甚麼 也有網友說金幣金塔你就有犯 在半信半疑之際 有網友竟然曬出證據 就說這是事實 有網友更加曬出金幣的照片 言之作作 就說跟你一樣發現尋不到寶 究竟這件事真是假的 原來這件事是真的 不過發生在意大利 不是香港 不過趁近日黑雨期間 災後的情況下 很多地方有黎寧 有些網民就拿這張照片來欺騙人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金幣金塔你就有份 就以為撿到寶 但原來相關的照片 根本就不是香港拍的 有些網友就說 我現在出去了 也不知道那些網友在黎寧裡找到甚麼 另外也說說這件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有關世紀暴雨 彭博估計會觸發超過7億8千萬元的船身 索賠主要來自車輛和基建 報道的內文就提到 上個星期四 黑雨 多區水浸 山泥傾瀉等等 當中多個商場 受到水淹問題困擾 街上和拍在地庫停車場的汽車 亦遭到水浸 除後政府亦發出了極端的情況 港交所甚至星期五是全日停市 彭博估計今次世紀豪雨 或是會導致1億元 美金的損失 當中說到2018年的颱風山竹 和2017年的颱風天甲 分別引發了4億7千萬元 和1億4千萬元的索償 另一邊商 國際專業保險諮詢協會會長羅少雄 在今天9月11日 在電台節目預料 由今次暴雨引發的保險索償額 交當年山竹的30億港元為高 並相信明年會加保費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估計今次保險額的索償應該是天價 甚至高於山竹 加上山竹就倒樹 這次水浸 有很多車浸完後 基本上整輛車就報銷了 據報現在的情況 慢慢才開始 向一些保險經紀 保險業索償 現在未知道總索償額 我是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